好 那同一时间 闽峰事实上倒数86天 选战进入了超级的拉锯战 但是相对上 蓝绿在台北市跟桃园市 事实上都没有胜率 对 这个台北市的选情 还是呈现一个比较混沌的局面 那现在桃园的部分 就变成很多的议题都冒出来 那现在除了郑保卿之外 国民党的就是张善政被讲 这个所谓拿了农委会的研究案 但是这个案子 我觉得民进党只是 可能只有打到这么浅的地方而已 因为第一个 他包包的年度是2007年 2007年应该还是民进党在执政 阿扁执政 阿扁执政 那当时的农委会主委 应该还是苏家权嘛 OK 所以那苏家权后来就当了 立法院院院长 又当了现在是海基会的董事长嘛 所以说这个案子 到底在农委会这关会查到多 神我怀疑啦 那可能就是做一个 在这个空战上面做一个噱头 就说这个张善政啊 不要这个案子啊 也是这个很多钱 然后也是扶制乱造 然后也是东操西操 然后也是这个所谓不整齐 然后也不认真 然后就是好像乱卡油之类的 然后这个整个办那个什么研讨会 办那个研讨会 这些东西其实 这些就是问题就奇怪在这里 这些东西农委会本身都可以做 那你为什么要特别标出去 然后给一个人来做 这个是大家对于这个关系 然后还连续做三年 那他研究出来的成果到底是什么 那对于所谓的农业电子化 医化那到底有成效在哪里 这个东西张善政说明之外 农委会自己可能也要说明啊 不是吗 因为这个是用的是农委会的公堂 跟公家的预算 对啊没有错 所以说对于纳税人来讲 双方你们都要说清楚一下嘛 那但是问题就是说张善政 是张善政在选举啊 不是农委会在选举嘛 那所以张善政也可能就要去解释说 他到底是怎么 他也是坚持说绝对没有 半毛半一毛钱嘛 但是对于这种出制滥造部分 他好像也没有否认 什么百命艺书或怎样 那这些东西对他就是 对他的这个人设可能是有点 大家就是说有点小小的一个 有点冲击到 那这个对选情的冲击有多大 这个冲击 这个选情的冲击就是刚好 双方因为民进党的风波闹一阵子嘛 有下来 那张善政在闹一阵子 可能就是把选情再通过再拉 拉到一个平均的水准嘛 所以我觉得那你郑保卿这几天 到底会不会去登记 还是最后会被劝回来 那这个都是有关于这个双方整合的问题 国民党现在整合的问题比较小了 那张善政这个问题 我觉得在农委会是2007年 是这个 当然了你可以说2008年之后 你这个国民党的政府接班 接任之后 你为什么会继续给他 一年将近2000万的这个扩大的案子 这后面也会牵扯到马政府的时代 所以这个案子到底要怎么 怎么吵下去 对谁有利 我觉得双方都还在准备子弹当中 好就是说双方事实上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加分 但是双方都希望对方失分 没错 但是变数还很多 变数还包含了赖湘林跟郑保卿的效应 对是不是会整合 那我觉得整合可能性不大 因为蔡壁如其实前几天有上电视 她被问到这个时候 第一时间反应是绝对不可能 那后来这主持人一直 一直反复的这个问一下 她就说好再看看五天写上的成绩怎么样 那我觉得一到赖湘林的个性 我觉得是不大可能说 好我这个位置让给郑保卿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郑保卿登记的那一天 就是民调最高的那一天 那下来就没有了 那曾三郑就说他个人来讲 就是他过去是一个科技人给他研究 又是单位行政院长 可是他交的报告这么草率 这难免对他也有伤 所以我觉得这个双方到底是要怎么样 打这个后面这场战 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准备还有手段 还有一些功法都是要研究的 好现在看起来民进党 大规模的这个面对两个战场 一个是桃园 一个是台北 台北因为是首都 而且是三人大战比较复杂 然后桃园攸关这个蔡英文的爱将 郑文燦的政治生命 而且桃园经过幻间的风波之后 确实外界也会认为 这个盘究竟会如何变化 事实上也存在很多变数 所以事实上未来整个选战 跟最后的成败 仍然是聚焦这两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没有错 那这就是尤其是台北 因为桃园如果拉平 那就是那当然是是好 因为桃园反正是执政的地区 你丢掉的话很难看 除非你拉 丢掉桃园算失败败选吗 对但是你除非 除非拉台北补到 所以这两个都就变很关心 一定要拿到一个 否则就算输嘛 可是现在问题就是说 我们看起来稳定的基隆 基隆是执政的县市 你要拿基隆补台北啊 不可能啦 但是就是说很怕 很怕周伟航讲的保释总统会变真的 这个是大家比较忧心的 那我问你喔 台北的状况是 蒋万安事实上有点开高走低 对 但是蒋万安也这一个 维持在30多%震荡整理 但是陈时中事实上 也没有一路拉高开高 所以陈时中的选情 现在看起来 跟蒋万安PK 也并没有那么乐观 我觉得陈时中的问题在于就是说 他的确是非常适应选举的这个要求 大家做什么就是做什么 可是现在大家觉得说 他人设是有点飘走了 譬如说我固定我是给外国部长出来的话 我可能政经八百还是做政策 然后那个同志的这个八或是一些 那只是花絮而已 可是他那一部分又好像又演得太多了 然后就会攻占那个政组的那种 比较正当的那种 政经的这个市长的这个定位 所以有人就讲说 他也人设的这个摇摆 也是有摇摆的问题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选择 我认为他们三个的人设跟战略都不对 就是说台北市事实上我追踪 过去几年每年人口都流失 就是说人口变少 所以到最后连副市长的席次都要少一个 都要少一席 所以这就是一个老人城市的象征 而且是又老 而且人数又变少 那你要当一个市长的 你要做一个城市的未来 跟城市的领航者 你应该告诉这个城市 我怎么把它年轻化 然后我怎么改善 它的人口不断的流失 那年轻化跟增加新的人口 这下面就可以长出各种政策了 你有少子化的政策 你可能有住宅的政策 你可能也可以有职业产业的政策 anyway你真正要真正政策规划的 你事实上可以有很多面向 去面对这一个主议题 但是他们三个都鬼打墙 你要么你就像郑保卿 虽然被批评 你就说我投几款是那个 当然财政上面没有办法负担 但是至少它打到一个重点 就是我如何让年轻人 在这个城市度过 就是我落实一个年轻的住宅政策 对对对 就是要落实一个年轻的住宅政策 那当然这个 这个陈思忠也说 他要盖几万栋的这个年轻住宅等等 可是我觉得这有时候会 流于就是很多的数字 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落实 那这样子的话 年轻选票恐怕也不会回来 现在年轻选票很多 还是集中在所谓黄珊珊那边 所以有一个民调是用手机做的话 黄珊珊那个民调就会变得很高 所以是目前 就是变成双方的支持者 也有年龄跟这一个选票结构上的差异 所以蒋万恩跟陈思忠的年龄 都是老的 然后一个是学历偏高 一个学历偏低这样 你认为了 你认为了 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